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是一人一千瓦 現在我們有兩位剛開始的創辦人還有我加入 所以我們有三位在推動一人一千瓦的計畫 一人一千瓦這個計畫的名字其實很簡單 就是如果我們在太陽的面板上面 一個人做了一千瓦的功率的話 其實我們發的電就會足夠我們一個人一年平均的使用 等於說台灣如果每個人都參加這個計畫的話 台灣其實就能源自主了 OK 簡單的概念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來是要招募所謂的能源反抗軍 那我們的這個slogan叫做Power Within 因為台灣其實大家常在聽到什麼糧食自給慾 或者是一些比較對台灣好像自己本身有一些戰略安全的問題 但其實台灣最大的安全的問題是在於能源的安全 我們每天從早上開始到晚上睡覺之前 甚至晚上睡覺之後我們沒有任何一刻可以離開能源 但是台灣的能源自給率只有百分之九十 只有百分之一點一點五左右 也就是大概百分之九十九的能源我們是從國外進口進來的 那在這個情況底下如果我們沒有任何的能力去改變這事實的話 至少我們想要做的一個東西是我們看看 大家如果對於這個現在的這個發電的狀況 對於台電尤其對於核電這些問題 剛才聽到都有人有意見的話 那就加入我們能源反抗軍 我們試著在這個基礎上面 然後找到一點共識 OK 那我們先在這裡提出一個事實 就是台灣的電力負載其實不是一個從年頭到年尾 不是每天都一模一樣的東西 台灣的這個電力負載是像這個樣子的 它像一座山的情況 那這個是台灣台電它自己公布的這個數據 每一天它的這個電力負載 那我們把它平均下來之後用月平均的方式去呈現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它從一月慢慢慢慢往上爬到這個七八月的時候是最高 然後這之後再下滑 那二月稍微低一點是因為二月的時候工業用電特別的低 因為那時候有人家的問題 那在這個情況底下 對 在這個情況底下 如果說我們之前常常講的省電 這個概念每個人省10%的電的話 我們會發現的確它的確降低了 但是尖峰用電仍然是非常的高 超過這個兩萬三以上 接逼近兩萬五的這個水準 那另外一個想法就是 如果我們不用這個方式去省電 我們只省這個尖峰的用電的話 你可以看到整體來講 我們只省了5.5%的這個用電 但是尖峰用電 它整整省了16.7% 那這個數字非常的重要 為什麼 因為現在核電 核一、核二、核三 這三個加起來 其實就是這個16%的用電 所以等於說我們如果把這個電省下來 OK 我們就可以核電廠真的不用了 那 OK 那在這個情況底下 我們是想要把這個電 這個電的這個尖峰用電整個砍掉 那用的方式就是我們要用太陽能 原因是因為大家可以看到這兩張圖的話 是它的溫度跟這個太陽能發電 其實跟我們的尖峰用電幾乎是一步一驅的 意思是說其實台灣的尖峰用電 都是在這個空調底下 所以我們今天來呢 是想要徵求從企劃 然後到這個前後段的這個工程師 來幫我們追蹤台灣的太陽能用電的狀況 那包括用這個地圖 還有包括用遊戲的這個方式 像剛才各欄委 他們做出非常好的示範 用這些方式呢 來做一個台灣能 現在到底有多少能源是可以開始自足 那用這方式來看看我們到底能不能 真的把有一天把這個核能電廠整個替代掉 OK 謝謝大家 謝謝 好我們今天的早上的體驗 放到這邊 放一個段